兄弟们我现在已经到我们贵州境内了 还有200多公里就到家了给你们看一看 还有240多公里就到我家了 然后我们贵州这边疫情防控还是说的比较严 等一样都要带口罩进去 还有检查体温的那些工作人员在路区门口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贵州和广东的高速的区别 像广东的话几十公里才会有一个隧道 很少有那种立交桥 因为那边造价倒不是很贵 在我们贵州这边 然后我现在经过前东南的时候 这边基本上就是一两公里就一个隧道 然后过了隧道就是高架桥 然后隧道比较多造价也比较大是不是 然后时速的话在广东那边有 经常会有120线速 然后最高时速可以跑这么多 在我们贵州这边最高的就110 然后基本上都是100 所以到处就是80 平均时速的话一个小时只能跑90公里左右 所以说希望大家经过我们贵州的时候 不要太心急慢慢的经过 安全驾驶与你同行动 点个赞吧 这个车现在都很脏了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点个赞 然后再上它 点个赞 点个赞 战 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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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个赞